Hallory 各位 現在是小老弟老鐵門來了 那這一集呢就是 有小老弟他有買那個iPad mini 6 那iPad mini 6 不管你有沒有裝保護殼或什麼 一般我們在拿這個iPad mini 6 通常你們在拿就是 用手這樣橫的這樣子在握 那有的有裝殼的話 可能就是握側面 那又或者是說 你可能在閱讀或在拿的時候 就是要變得是兩隻手 那像這樣子如果假設你沒有裝殼的話 你拿這樣子在閱讀啊 在一般 你比如說躺在床上這樣拿這樣看 久了你的手啊 因為你的手就是一個有一個 你有一個角度啊 你這樣拿久了其實手腕會痠啊 那這一集就是教各位就是說 我發現有一個方法可以讓你比較輕鬆的 那你們可以試看看 不過這個方法的話可能你需要買兩樣東西喔 那第一樣東西呢就是 你去買一個就是 就是握把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叫做 U-L-A-N-Z-I-O 我很推薦這個產品 這個品牌的產品啊 他們都是做那個 手機啦 或相機啊 iPad啦 iPhone的一些 一些支架啦 那像這個是握把 那它的握把 那它的握把有很多種啊 那像這一支握把是這種 金屬的 那它這個握把 這個一支才一兩百塊而已啊 這個很便宜 U-Lensy我覺得它這個品牌的東西 它很便宜又很好 品質很不錯 你買一個這個是握把 就是像相機的握把 或者你就打支架握把 U-Lensy支架握把 它就是會有這個 這個東西喔 你們去找啊 這個很便宜 然後再買一個就是 一樣它的品牌的 這個是U-Lensy的這個 它這個是iPad的夾子 那它這個夾子呢 它是旋轉的 它是一個鐵的 鐵的支架 那我會建議你們買鐵的 就是品質比較好的 像它這個是鐵的支架 你如果買塑膠的 塑膠的比較容易斷裂 那它這個鐵的支架 它這邊裡面有橡膠的 就是固定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iPad的話 你現在有這兩個東西的話 我現在用一次給你們看 就是說你把iPad iPad 你把iPad放進去 放到你這個夾子裡面 等我一下 放到夾子以後呢 它背面呢 會有一個旋鈕 你就把它鎖緊 我示範一次給你們看 背面鎖緊 那鎖緊的時候 它現在就是一個 手機的或平板的一個 一個夾子嘛 那這個夾子它上面 其實它如果你當成自拍或攝影的 它也是一個夾子 它可以接熱靴 可以接攝影 那個不是攝影機啦 接那個閃光燈啊 或接麥克風 可以接在上面這個熱靴這裡 不過我們今天在用的話 我是教你們說 這個夾好了以後呢 它這個產品呢 它的後面呢 它會有一個 可以鎖螺絲的地方 就是 我們買這個握把 握把 剛好可以插在這個螺絲 的地方 那你就是 它是有螺旋的 你就把它旋進去 做一次給你們看 就把它旋進去 那旋進去以後呢 它就會這樣子 就會鎖住 好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 我今天我在閱讀 或者我在床上 或者是我躺著的時候 我要看 看這個 iPad的話 我就變得很像拿手槍 你這樣握著的時候 你的食指就握在上面 就好像拿手槍 拿手槍在閱讀 所以我就變這樣拿 所以我現在在拿的話就是 我是變成這樣子在拿 所以我這樣拿這樣 就非常的 很輕鬆 那比如說 我這樣在使用的時候 我累了 我就換手 好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 我們一般都是拿這樣 在看iPad 那你拿久了 你的手腕都轉這個角度 其實你會很不舒服 那你現在想說 我今天是變成拿手槍 這樣子在握 平面在上面 那你就試看看 你這樣子在看 其實是變得非常的輕鬆 它就是 變得像握手槍一樣 不過這個實際的話 就是你們要 真的要去買來 來操作 才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說 我發現這樣子很輕鬆 我這樣握的時候 尤其是比如說 我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在追劇或什麼 你會 因為你沒有東西固定 所以你都會這樣拿著 然後朝著自己的臉 可是你拿久了 手會痠 如果你現在是拿手槍 這樣子就不會 我就覺得這個很方便 那如果你累了的話 就換手 所以你們可以試看看 用手槍的這個握法 好吧 那今天就是 教你們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iPad mini 6 就是 你想要就是 握得更輕鬆 更長時間的閱讀 甚至是 躺在床上 平躺的要看東西 我建議可以使用這個方法 很像 用手槍的握法 這樣放著 當然啦 你手機有裝 手機殼的話 也是可以啦 我現在示範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這個螢幕比較小 所以我用這樣示範就是 比較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是用這樣做 所以我再講一遍就是說 在弄完就是 好像你的iPad mini 648手槍 你現在這樣在閱讀 或什麼看 然後你的手在操作 都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你這樣握的話 會很輕鬆 也不會 碰到螢幕 所以今天只一集就是 教各位一個方式 就是 你就是去買一個這個 手機的 手機 Ulensy的這個支架 然後再買一支這個 這個 這個 類似手機的這種 或相機的這個握柄 那它其實 它也可以插在 插在下面啦 因為它下面也是有孔 所以你其實有兩種方法啦 你要用那個手槍的方式呢 或者是你是 裝在下面呢 用這樣子 用手這樣子拿著看啊 用手這樣拿著看也是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樣都是很方便 那不過我比較習慣的是 用拿手槍的方式就是 裝在 裝在背面這裡 我再做一次啊 就是裝在這個背面這裡 也蠻好玩的啦 如果你們試看看 這個都沒有多少錢 Ulensy這個品牌很便宜 所以我現在拿的就是 拿手槍這樣子 然後我在閱讀或什麼 就變得非常的輕鬆 而且不會遮到螢幕 然後你可能閱讀或 追劇啊 就可以拿比較久 因為你這樣拿 總比你手拿很大的這樣輕鬆啊 因為你是握握這樣子在拿 拿手槍這樣子很輕鬆啊 那事實上 食指也沒有什麼出力啊 你只是手指這樣握住而已 好吧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啦 可以試看看啦 那如果有的人覺得太麻煩 你就還是用你原來的方式 好吧 那這一集就到這囉